大家好 經過了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發生了很多事 我現在等多一點聽眾知道我們開始了 因為我們以前是10點半 甚至11點才開始 現在就越來越早 早到可能很多聽眾朋友都未知道我們開始了 我現在分享一下 除了現在主持在forum之外 我分享一下生同感受 還有就是我自己的生同女王的項目 等多人知道好嗎 我們就可以開始講了 因為我知道待會18點 大家會去聲援 所以想盡快開始大家可以聽到 我看到已經有些誤傳 所以說吃維他命B12可以幫助中和生癌 其實上一集也有說得很清楚 但可能還是未夠清楚 所以現在再補回 其實不是普通的B12 而是B12A 你叫做B12α 那這個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它的名字也不同 如果我們說的B12A 是Hydrocosocobalamin 它可以跟生癌結合之後 就會成為身體所用的B12 就是Cynecobalamin 那是兩種不同的成分 所以你要明白 我舉例子要做一個干渣牛殼 我就是要有牛肉 然後炒完之後 就變成了干渣牛殼的一部分 所以你想像一下 就是現在你要把 河粉加牛肉 炒了之後變成干渣牛肉 所以你不會吃干渣牛殼 去變成干渣牛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Cynecobalamin 加Hydrocosocobalamin 就會變成B12 所以你要留意 其實最容易分析這個字母 的字母是HYDRO HYDRO 後面是一樣的 就是Cobalamin 但前面這個就是Hydro 另一個就是Syadol 是不同的字 兩個形式都不同的 而我上一集有說過 其實我是在找醫生 可以幫忙打這個針 其實我可以找到針 因為針是開放的 它不是需要有醫生紙 才可以買到的 但一個困難的地方就是 你要找醫生或者護士 願意打這個針 我最初問的時候 就是一位比較老的醫生 他應該有70歲 或者70歲多一點 我就說 不是啊 中和山埋是要用Nitrate 和Sodium Thio Sulfate 然後他還說 You cannot be more wrong 後來我就說不是啊 我跟美國Toxicity的醫生談過 他是做ER的 即是做急症室的 然後他聽我這樣說完之後 他可能自己再去研究了一點點 然後他就發覺 原來他們舊的版本 即以前 如果你在醫院裡面 通常這些都是急症 才會處理的 但也有機會內科都會處理這種情況 就是懷疑的生癌中毒 我之前有說過的 就是說生癌中毒 其實驗的方法就是不外乎 是驗血 和頭髮都可以 那為什麼兩個都會使用到呢 就是因為驗血 就是驗到你血液裡面的水平有多少 而頭髮就是檢查到你 從什麼時候開始被毒害 所以我為什麼跟大家說 就是大家拔好自己的頭髮 你拔好自己的頭髮 記住你不是剪 你是要整條拔出來 連同毛狼的部分 原因是你有毛狼才有DNA 證明到那一條是你的頭髮 而頭髮 我們每一個月去拔一條的話 我們要貼上這條 就是如果將來有一天 我們可以光復到的時候 或者是 他們面臨審判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是證據 所以我希望大家配合一個月 月經 拔一條頭髮 放在一個測試桌上 那些藥丸瓶 然後黏個日子 記住要連根拔起才有用 如果不是 你可以說不是你的頭髮 但是那個好像一個 樹幹 橫折有樹栗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就是它可以檢查到 你那個生癌中毒的時期有多久 當然如果你說 我真的懷疑我有生癌中毒的話 那有什麼症狀呢 我告訴大家 會有一個 就是嘔吐 然後呼吸困難 其實有很多情況都會有 譬如被落毒 最常見的在國外 反而是被落毒的 譬如老鼠藥 有些是生癌 老婆買來讀老公 老公買來讀老婆 但是其實有幾種情況都會有 就是煙 smoke inhalation 就是吸引到的煙 從燃燒物質 就是你燒一些塑膠的物體 它裡面會釋放生癌 然後就是你特意想自殺 或者你在一些工業環境裡面 生產的裡面 它有這一種的成分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就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是因為吹淚煙 而吹淚煙我想說的就是 不管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你是藍 你是黃 你任何的職業 你任何地區 以及不分年齡的職情 你可以說我自己安座家中 我不是暴徒 我沒有下街 我沒有去參與示威 我沒有反政府 我明白 但是不代表你不會吸引到 今天我說有誤存出現的地方 就是 剛才所說的 Hydroxycobalamin 就是B12A 是不會可以分解 或者中和到二惡因的 二惡因是完全另一種化學成分 我們從頭到尾 上星期三個節目 今天的節目 都是說 分解的 是生埃 生牛肉 生河粉 混合了 變成乾炒牛河 明白嗎 明白嗎 這是一個 不是那麼理想的比喻 但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兩樣東西會結合的 這個是Droxycobalamin B12α B12A 再加生埃 是會結合成為B12 OK 就是Cyanobalamin Cyanobalamin 就是不會傷害到身體的 OK 但是 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說 困難的地方就是 第一 如果在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如果你發現 咦 我可能被另一半讀我 因為我 肚子 我吐 我頭暈 我心貴 然後有很多 好像不能呼吸 還要出紅點 如是等等 如果英文來說 就是Norsia 就是想吐 作嘔作滿 Vormiting 就是吐 接著有頭疼 頭疼 很痛 confusion 就是分不清楚自己在哪裏 沒什麼動動 OK 然後 會有抽搐 Cezures Coma and death 當然最終就是死亡 還有一個紅點 OK 現在很多人 就會出現紅點 我知道 葛蘇環的紅點 可以是因為生癌 也可以是以惡嬰 OK 所以 你比較難分辨 它是因為什麼原因 當然 如果大家真的擔心自己是 可能你住在一個區 例如你住在黃大仙 或者你住在一個區 經常都放催淚彈的話 你懷疑自己有生癌症 因為你有那些症狀的話 建議你是可以去抽血 抽血是一個最精確的 嚴密的一個顯示方法 但我也想說一個困難的地方在哪裏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驗出來 你生癌症狀的話 有一樣東西叫Cyanokid 就是我剛才說 我那位七十幾歲的醫生朋友 他說不是的 然後後來他發現 原來是 現在的新版本 是Cyanokid 而Cyanokid裡面的成份 就是Hydrocosobalamin 就是這樣 但是它的劑量就是兩針 你當作是 一般成年人第一針就是五個g 第二針就是十個g 這個劑量是很高的 而 這種情況就是 當你被推入醫院 而你有這些症狀 或者醫生懷疑你是生癌症狀 他就 抓你去抽血 化驗 然後真的是這樣的情況 他們就會用Cyanokid 去幫你中和 難的地方在哪裏 第一 就是這一種Cyanokid 就不是普通醫生的 即使是你的私人 執業給醫生 或者是你的家庭醫生 政府醫院的醫生 他不能夠自己去買到 這些東西幫你用 只能夠在急症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你不是急症 可能你自己都不覺得是急症 因為可能是慢性中毒 因為西方很多個案都是這樣 就是另一半毒害的時候 他不是一夜堆了很多東西吃的 但是他每天下一點 每天下一點 這樣就會 都是那句 驗了血 證實了之後 如果是一個私人醫生 譬如是內科的 或者是家庭 即是GP 然後他發現是這樣的情況 他都會立即去報警 我說的是外國 然後就安排 可能用白車去醫院 然後就會被醫院那邊 急症室那邊知道 他是一個生拉中毒的案子 我們會立即開那個Cyanokid 就是B12alpha 就是Hydrocuso Bellamint 但是香港的難度 在於什麼呢 就是所有的政府醫院都在醫管局 我知道醫管局裡面 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場的人 譬如現在的掌權者 就是主席 或者上面的董事群 他們是親政府 還是撐警 還是藍絲 這個就是大家不得而知 而我也想提到 Cyanokid是非常貴的 是說過千元美金 心不止 因為我有問過 那經常他是醫生 他有畢竅 也沒有 他也是醫ence醫員 很他也買不了 那當然也一定要醫院 而 yrityしょう 所有的醫院都有管理局 所以我這麼說是沒錯 如果我說出來的錯 請大家歡迎更正我 現在是因為有政治角力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聽過一些例子 那位年輕人不敢進醫院 因為他怕警察在醫院守候 或是怕醫護人員會跟警察說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受傷都不能得到 處理 這個時候就是我真正後悔我沒有去讀醫 我相信大家不用灰心 大家一樣會找到支持年輕人 站在我們那邊的良心醫生 我之前分享過一個在西環的醫生 我相信他會願意幫忙 但他也不會有支援 而我上一集也有說過 大家不如假裝純素者頭暈 因為這個Hydrocycobalamin 即是B12α 除了中和生癌之外 他也可以處理貧血 但是他的劑量也差很多 但也想補充 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你不需要很高的劑量 畢竟你現在不是大劑量吸收 只不過是慢性中毒 你明白嗎 大劑量就是比如老鼠藥 你不服了老鼠藥 那就會是大劑量 但始終你催淚煙裡面是有生癌 沒錯 但它不是很高的dosage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出現剛才所說的症狀 抽筋 想嘔 或者嘔 經常嘔 頭痛 迷惘 御事等等 抽搐等等 那你就去找醫生 你找醫生是驗血 你講到明說我要驗生癌中毒 我相信你甚至可以自己去找化驗室 去驗也行 我們到底知道哪個化驗室是黃 藍 哪個醫生是黃 藍 老實說我們真的 我未掌握到一個名單 但是譬如杏林覺醒 我相信裡面的醫生會相對安全 如果你可以找到他們是私人執業的話 即是私人執業的話 你可以將你的擔心 就是我有這些症狀 我擔心我是生癌中毒 我想做化驗 這樣 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平常 每天都會補充B12α 即是Hydroxycobalamin 照樣補充 但是你說 那份量只有1mg 是這樣的 它沒有辦法多的 而 你可以嘗試用打針的方法 但打針的方法也不容易 因為我說那個七十幾歲的醫生 他的說法是 你去跟醫生說 你去看醫生 你去跟他說 說我吃純素的 有些頭暈 他未必就馬上會幫你打 他可能會 都帶你去化驗 然後你化驗出來之後 他可能說 沒有啊 你沒有貧穴 那就不幫你打 明白嗎 所以最容易的方法 我相信就是口服 真的 那你們到處看到就買 我上過不同的網站找 我發現已經是賣光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 最多不是只有我知道 是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是知道了 而沒有分享到這個資訊出來 所以就變成大家 不清楚這件事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問西醫的話 今天我看到很少的 B12不能夠化解二岳英 二岳英的而是一個 是沒有解解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東西 當年美軍在越南 狂落那個橙劑 叫做橙劑 那是很嚴重的 就是因為Agent Orange 調轉了來說 它是令到很多嬰兒是嬰胎 而這一種毒劑 現在在說另一件事 我們現在終於說 二岳英 它是會殘留在你的身體裡 不是說三個月半年 而是說七至十年 而它儲存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脂肪細胞那裡 我剛才看到一個 我覺得是少料 我不開名 就是某個機構 是醫生為主的 中西食療沒有了清除體內的二岳英 但透過飲食是可以減少二岳英的攝取量 因為有些食物裡面是有二岳英的 但是它就說主要是儲存在食物的脂肪部分 如果想減低從食物涉入二岳英的風險 應該盡食低脂肪的食物 它現在說 如果我吃過和牛 而那隻牛牛生前 身體內是有二岳英 會儲存在它的脂肪 我吃了就變成二岳英 會入了我的身體 但這個現在不是我們的擔心 我們擔心的不是這件事 我們擔心的是 我就算在家裡樓上 看電視、吃飯 樓下都可以做催淚彈放題 是不是TG放題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話 就是沒有任何的科研報告可以回答 我只是用自己的推斷 這個我必須要坦白是我的推斷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的排毒機制 我先問一問 大家是否還在聽 還是我說得太快 還是太過 我不知道 也不算學術 作文在這裡 不如給我一點反應 讓我知道你還在這裡 我可以繼續說下去 好嗎 Hi 給我一點反應 OK 這樣就 OK 回頭 我等你們給我一點反應 回頭 我們並不是擔心 我們會在食物攝取二岳英 不是這件事 現在都是說一句 是TG放題 即是 不管你是男 黃 你是哪裡都好 是 哪個區 都已經沒有什麼影響 還有 二岳英是 只要接觸到 就會 進入你的身體 因為你記住 你的皮膚 有這麼多毛孔 我們女生塗臉 一會兒就不見了 她是透過你的皮膚吸收 OK 而警察 放得這麼開心 其實 我們很多片段都看到 他們臨上警車之前 才扔幾顆出去 以為不關自己的事 其實並不是 因為 他們扔得很開心 一直以來 直到他們發現 自己身上要出紅點 去看醫生 然後才知道原來是二岳英 而二岳英是沒有解法的 OK 好了 那個 怎麼說呢 那個愚蠢的地方就是 你穿了衣服也好 其實是無法隔離 所以現在是 是很悲傷的 其實真的是 因為他不只是毒害香港這一代人 是包括 現在懷孕的孕婦 有機會生孕胎 而 就算不是現在懷孕 而是未來七至十年 打算懷孕生孕 都還是有這個風險 我是說 今天立刻停 而不再放催淚煙 催淡 OK 更何況 是不是今天停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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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就是 剛才我提到那一篇 就是 那些醫療 OK 就是說 你不吃動物脂肪就可以減少 都是那一句 我們現在不是擔心這件事 就是完全牛頭不搭馬 真的 我們 說的是 你問我 我認為有效的方法 當然 如果你把我這段說話 告訴醫生 我又會被他剷 我又會受到 不同的媒體的攻擊 OK 但是 我告訴你 這是我的推斷 OK 並沒有任何的 medical journal的 backup 因為 據我所知 沒有大學 做過 就是說 吃催淚放題 產生的二抑英積傳 可不可以透過 就是 咖啡罐腸 OK 排出身體 沒有這樣的 做過 因為 沒有一個地方 是會這麼喪心病狂 瘋狂地 扔出雷彈 OK 香港現在 我估計 接近一萬粒 If not more 那麼 現在是整個 香港的水源 空氣 全部都有 包括你覺得 你搭避鐵的時候 都會有 因為其實他室內的 循環系統 那個秋風 仙風 他的積蓄 已經在上面 OK 長身所有的東西 而且 流氓一直在 無限輪迴 在裡面 但是我想說 我的推斷 OK 我的推斷就是 因為 你身體的 排毒機制 基本上是兩個 當然 皮膚是三個 如果是水溶性 通常是透過腎臟 和皮膚汗 這樣排出來 OK 當然 琳巴也是第二個系統 如果是脂溶性 就是油溶性 脂溶性 OK 就是透過我們的肝臟 去處理 然後它就會 分泌在膽汁裡 由膽汁裡帶走 OK 這個就是 儲存在脂肪裡的毒素 你想想 其實 為什麼 我們 生酮的人 有些人會有 同診 一方面 就可能 他真的分解不了 那麼多脂肪 身體還沒習慣 第二方面 就是 因為你一生酮的時候 脂肪急劇 減少 有很多 舊有的毒素 在這個時候排出 所以我一直叫人 你生酮是對身體最好的 因為是人類 原廠設定的飲食方法 OK 我們的祖師是透過狩獵的 狩獵就是吃蛋白質和脂肪 而不是吃碳水化合物的 我一直說了兩年多 而如果你現在生酮的話 就會令到你的身體 用更加多的脂肪 而不是積存脂肪 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的身體積存脂肪 是因為胰島素 而胰島素在什麼情況下 會啟動 就是因為你吃了一些 有碳水化合物 有糖分的東西 而那個糖分 不是說我介食甜品就可以了 而是糖分 意思是進入了你身體裡面 會被轉化成為葡萄糖的東西 它可以是一碗飯 可以是烏冬 可以是拉麵 可以任何東西都可以 只要那樣東西 吃進身體裡面 會被轉化成葡萄糖 都會誘發胰島素的分泌 令你的身體儲存脂肪 這是很簡單的公式 如果你不想儲存脂肪 你想儘快把身體裡面的脂肪減低 從而排走積存毒素 包括二樂嬰 那生酮是一個好的方法 如果不知道什麼叫生酮 沒有概念的話 麻煩你聽回我2017年那批節目 到2018年都還在說生酮 之後就開始說經絡、默倫 和不同的東西 而當你生酮的時候 你的脂肪一直縮 毒素得以排出 包括二樂嬰 你的膽就會積聚了很多有毒的膽汁 而你吃有油的東西的時候 膽汁是會分泌的 因為它的作用好像洗潔精 但它就會連你消化了 變成糊仔的食物 混合混合 讓你的小腸吸收 問題就是膽汁是有毒的 因為它帶有肝臟的毒素 在膽汁裡面 如果又被你的身體吸收 然後你又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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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會輪回很多次 你明白嗎 因為膽汁和新吃進來的食物 混合了 讓身體再吸收一次 OK 甚至有一個說法 不止一次 是大約12次 即是同一批的膽汁 在身體裡面 會無限輪回 大約12次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以來 我叫人做咖啡罐長 我始終如一到今時今日 我也是這樣說 即使我之前被一個 自稱醫生的人 攻擊到體無厭膚也好 我以來是這樣說的 因為其實 在西醫的角度 任何非它族類的東西 它基本上都不喜歡 它都不攻擊你 就視乎它人品 但是 只要不是他們認為 是他們的系統 或者是藥物 他們覺得是FDA approve 如是等等 在大約廠做了很多科研 基本上 儲本是說沒有用 然後鮑魚罐廠又說不行 什麼都說不行 所以就是你自己 做個叫 你自己決定 你相信什麼 正如西醫不承認 有氣功 或者是經絡月位 這樣 因為這不是他的 scope of practice 不是他做的事的範圍裡面 而大部份的西醫 其實他都沒有營養學的訓練 但是 他懂得用藥 而我們現在說的是 問題是 二惡應是沒有藥可以用的 如果你有藥不要緊 你便告訴我們多少錢 我們怎樣可以吃到 我不在意 我想大部份人 為了保命都不在意 但是現在是沒有藥可用的 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考慮 其他方法 而我現在拿出來說的時候 醫生又可以手下流程 不要攻擊我 這麼體無怨夫呢 就是 所說的 剛才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你生酮 就是說你吃的食物裡面 基本上是以脂肪為主 蛋白質為次 而最少的就是碳水化合物 我們說的比例是六成至七成半 是脂肪 然後蛋白質佔15%左右 然後5%左右 就是這個碳水化合物 是來自於蔬菜的 不是三果 是蔬菜 任何會誘發你的 胰島素分泌的食物都不吃 因為當你胰島素分泌的時候 你脂肪就會積存 那你越多的脂肪 你就會儲得越多的意樂嬰 而我們現在身體裡面 多少都有意樂嬰 那你要排出它的方法 最有效的就是 生酮飲食 因為生酮飲食 你會 身體要用脂肪 那它除了用你吃進去的油之外 脂肪之外 就是會用你體內的脂肪 那它就加速它的流動和代謝 我説的是毒素包括意樂嬰 的流動和代謝 但是這些毒素 會在肝裡處理了之後 它就會擠進去膽裡 那些膽汁就是裡面 是混有肝的毒素的 所以你想它儘快離開 身體的方法 其實就是做咖啡冠腸 因為你做咖啡冠腸的時候 它裡面的中壘酸 是會刺激膽管打開 繼而呢 就令到那些膽汁會退出來 但是退出來之後 我吃東西都是這樣會擠出來的 那有什麼分別呢 你的咖啡冠腸會馬上擠出來 那它就不會再在你身體裡 無限循迴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每晚做一次咖啡冠腸 尤其是前線做記者的 或者醫護人員 我希望你們可以 你不相信我不要緊 你可以做一些研究 咖啡冠腸 畢竟不是主流 allopathic medicine 的practice 它是另類的醫療方法來的 即是另類療法之一 即是alternative medicine 例如我有提過 Gerson therapy 就是葛心療法 是大力推展這件事 甚至有些是傳統的西醫 例如這個新谷宏實 就是發明搶導內窺鏡的 那位腸胃科醫生 是日本人 他都大力推崇這件事 但我想可能日本人比較開放 他又沒有受到他的同僚的牌制 他沒有問題的 他到現在八十幾歲 皮膚還好像四十幾歲 他和他太太都是 還是很光滑很亮麗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這件事 我又說出來 我預有會被西醫攻擊 但還是那句 你們自己聽眾自己做的決定 你自己決定你想不想做這件事 如果你想做的話 我之前有些舊的節目 有講過怎樣做的 那你們可以聽回 我亦都不是要你們光顧我買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可以哪裏見到哪裏買 無所謂 我現在只不過提供多一個資訊 給你們知道 而剛才提到 針對生癌的 Hydrocycobalamin 就是 你記住它是 H Y D R O 自從頭才對的 我出了一些好像海報 那樣的 上面有寫清楚哪個名字才對的 你們可以 保持在身上 你出去買的時候 就可以看清楚 是不是這個名字 每天吃一點點 起碼都會有抗體 當然它未必可以幫助大劑量 但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真的擔心自己 你因為有那些症狀的話 那你去找你熟悉的家庭醫生 或者是你不知道哪個醫生好 你怕他會做一些不合適的事情 例如去報警或什麼 你試試找可不可以行臨覺醒的醫生 相信他們都會比較安全 因為他們都是支持民主自由的 我希望今集的資訊幫到大家 因為好像我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雖然我現在還未結婚 但可能突然遇到一個正確的人 我想結婚生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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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即使他們退婚後 我已經不能生氣 所以我們可能考慮 我剛才所說的是 嚴格生童 和做咖啡罐場 總之不是弱的話 醫生通常都會罵 都會說沒有根據 垃圾權 但是生體是你的 你自己去考慮 你應該怎樣做 自己做多一點研究 不用信任我的 說到這裏 大家上去生同感受 就可以找回海報 另外二岳英的傳播方法 是可以透過空氣和接觸的 透過皮膚接觸都可以積存在你身體裏面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海報 呼籲全香港所有的洗衣店 向警察制服說不 因為知道現在有很多警察 是把自己的衣服拿出去洗 我想說的就是 洗衣店的老闆 你接過那套衣服 你對手已經碰到二岳影 它已經可以進入你身體 停留七至十年 而你拿那套衣服 警察的衣服 進行機洗的話 你這部機器 就會跟其他客人的衣服交差感染 所以警察放得這麼開心 而自己不願意承擔這個惡果 因為他不想 害到自己的老婆和子女 但是你這樣拿出去洗 那對其他人有公平嗎 那部機器洗衣服 即是那部機器 洗完警察的衣服之後 他也會洗其他人的衣服 他可以是一個老人員的衣服 他可以是一個小朋友寶寶的衣服 他也可以是藍絲撐警員的衣服 但是如果那些撐警人士真的這麼撐警的話 那你就幫他們洗衣服 你明白嗎 OK 即是你們藍絲專門開一間洗衣店 專門幫警察洗衣服的 那我們非常之開心 我覺得有藍色的經濟圈和黃色的經濟圈是沒有問題的 是絕對可以的 即是你跟回你自己的意向去消費 我覺得這是絕對公平的 但是洗衣服的老闆你要清楚 就是你如果幫警察洗衣服 你整部機器都不用要了 而你自己都會碰到二岳嬰 而他都會禍害你以及你的家人 所以勇敢地說不 OK 講到這裡 如果需要那些文宣的話 就稍後上去心同感受的項目 以及幫我分享給朋友 好嗎 謝謝 拜拜